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男人必须吃豆腐 鸭肠 这怎么新鲜的玩玩菜呢 哪个好吃咱再拿 大盆叶子吃太多也不太好啊 我点了一个35元的红油锅底 大家我都放一堆椅子太大 都是橙胖橙胖切的那个青花 赶紧的是5块钱一点追取 他们的每样串上面都写了 你们在煮多段时间啊 但是我都忘了拿饼 我觉得煮熟我能吃就行了 点锅肚子 夸张大 这个是两个银子 比这个干料更好吃 不用点豆芽菜 你看这毛主菜底下都是豆芽菜 我们点的这黄毛 这底下也是豆芽菜 这都有算的时间 我也忘了 它们这个呢就是辣嘴不辣味 我刚才吃了那么多一光嘴上辣 味道不辣味 然后很香 这可能就是成都火锅的奥料吃 这个白菜上面吸的全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串 都吃了了 现在煮这个鸭肠 哥们这个煮多久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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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十秒我可以够吃了 我刚才已经够吃了 就可以了 哎呦 这个嫩 这个脆 好吃 只能说好吃 它就是好吃 太好吃 没什么形容的 我们现在就这些 这个牛肉 还有这个嘴巴 这蘑菇比较好吃 我就加了点 第二点 然后发现有好东西 不是那个兔的腰 不是那个兔的腰 是兔的腰子 不是兔的腰 是兔腰子 看 这小腰子 一共有五个 两个半兔的腰子 工作 回一回吃兔腰子 生活在冲突太幸福了 正常咱们来旅游来的话 不要吃那个兔腰子 因为它有一股很重的 很重的一个脏气味 它比那个猪啊 牛啊 羊啊都重 一般人可能受不了 我吃还可以吧 我变不开 这都一点多了 还有人往里来的 你看 一点半了 它家每份是每68带100 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刚才搞错了 我们以前那是总店 刚才给那个 快乐的老板娘捞一下 不是总店了 这是一个分店 总店在别的地方 好了咱们下期见 都挺好吃的 拜拜